- 太爛了 - 因為用過了70%的 - 當你等到50%之後 - 不能接受 - 不可以 - 會扣太多線 - 是的 - 沒有 - 扎克之類的 - 身衣服 - 可是可能以現在來說 - 它覺得這個 Edgewood整體風格 - 以貝克的理解可能覺得他們更偏運一點的時候 - 這個立善組反而有個奇效 - 因為可以多人夾上 - 好 現在是LBS閃現過去一個大地粉碎 - 把Rayson給留了下來 - 小安利用普攻的緩速萬箭啟發打了上去 - 但側邊的OLE不斷地用普攻 - 跳他自己的一個盜竊匕首 - 哇 這個太賺了我覺得 - 這個HKA一下誤的這個反應 - Rayson直接一個扭腰躲過這個牛的Q閃 - 我覺得這個牛的Q閃意義太大了 - 牛前期就靠這個Q閃來配合Jungle - 它就這一招了 - 它失去了這一招之後 - 你對線其實給對方的威脅性是很低的 - OLE想要套路一下進去亂 - 哎呀 OLE的位置有點深啊 - 不過Albest看起來想從這個窄口來切到OLE的退路 - 想抓換線啦 其實OLE - 這一等就是想抓換線 - 哇 在一個RQ的連段把小安給壓出去 - 哇 Rayson在一個統武手雷以下的普攻 - 把小安壓到半血 - OLE進入了這個前槍裡面想強壓AHQ雙人線的位置 - 哇 這一次雙人線下路AHQ打得非常的兇 - 爆打 - 還把雷神打出來 - Albest已經是殘血了 - 這個河道會出事喔 - WIND跟貝貝在河道處下路相逢 - 但WIND其實盾地的狀態丟了一個炮彈把貝貝趕快趕出去這個河道 - 因為這種等級其實Jungle是誰先手誰誰就會贏 - 哎呦 貝貝變成了蜘蛛型態 - 再變回人 - WIND的盾地的情況下面躲過了這一個蜘蛛啊 - 沒魔了 - 但是WIND往前兩邊打野的交手 - 帶著紅BUFF - 但貝貝看起來是要撤退因為魔量不太足夠喔 - 狼王過來 OLE也靠過來 - 沒魔了蜘蛛 - 而且雷克薩前面就是強 - 強猛凶競霸 - 又怎麼樣 - 不是 你這個真的是聽得少了 - 哎 - 我聽得少了是不是 - 那雷克薩又從後方繞了一下 - 經過對方的四鳥區域 - 那貝貝應該是吃完了對方的四鳥之後 - 往下路慢慢的靠過去 - 第三組算是一個蠻好的Counter - 誒 - OLE回頭看了 - 抓到了貝貝的位置 - 鎖內牽下去貝貝趕快叫閃現離開 - 然後卡在那個裡面 - 為了想嘗試一波上路的GANK - 一個嘲諷往上Ziff - 利用橘子解開 - 他血量很低 - 被Mepostor砍了兩刀一刀 - 一個破競砍了下去 - 想來強化Mepostor - 被Postor一個立場 - 直接把對方普通給格擋住 - 把Ziff拿到的這個擊殺 - 手殺打出來了 - 哇 這場這個反而是 - 以對線期來說 - 這個前期我覺得WIND的雷克薩 - 確實給了這個 - 線路上很多幫助 - 下路的貝貝 - 繞進了這個後草 - 貝貝這場感覺 - 一直沒有這個機會見攻 - 可以下路雙雷限制 - 一定有意識 - 死控 - 活控 - 就要控 - 沒錯 - 我完全不敢走過去有沒有 - 蜘蛛王出手 - 反應非常快喔 - 用閃線躲過的蜘蛛王中路的交手 - 也是打得開來 - 一個急速兵士往前 - 戈爾趕快利用一氣水影踏開 - 雷克薩直接飛上路 - 這個要嘛是殺傷 - 要不然靜野 - 我覺得靜野感覺 - 是他的選擇 - 他的Ping - 哇 戈爾往前 - 把鎖倫牽在WIND的身上 - 血量有一點低 - 殺300一點 - 戈爾是換位回來 - 這個野區要打起來了喔 - 他已經故意先把這個WIND的血量給打低了 - 就是要在野區搶碰了 - 嚇死傷害 - 而且這一場來說HU的中野都是法術傷害 - 是 - 所以等於說他們更難秒掉這個勒布朗了 - 當你遇到蜘蛛加上這個第三者 - 該怎麼辦呢曹操老師 - 你就先買個腹肌斗篷 - 那為什麼新門要買腹肌斗篷 - 因為不買你怎麼打勒布朗 - 哈哈哈哈 - 我覺得這個進行也就是HKE會知道 - 的地方 - 是 - 但我覺得應該只能選擇吃他的這個四軌 - 不會WIND鑽回來了 - 主要是 - 你的這個下路根本沒來 - 就我覺得像這樣子的進行也對不對 - 看起來貌似這個貝貝是賺到飛起來 - 其實也還好 - 喔呦 - 提提下來這貝貝貝是往前一個隱息 - 被砍了半條血 - 鮑布朗砍了一下 - 但沒不錯 - 普攻把暴霸桶給打掉 - 誰說Counter的 - 被砍歪了 - 天啊 - 不好說 - 他轉身把桶子砍掉了 - 所以最好的情況是 - 任貝貝把兩個小招 - 但他有點怕了 - 因為這個自己的下路已經想退了 - 是 - 這一波是Albis - 趕過來想進行防守 - 哇 - 那WIND的是套著聖的並肩作戰 - 往前來硬壘 Albis也就算是想要離開隱息潮道 - 想要有點威脅後方的環境不開了起來 Albis也被融化掉了 - 目標傷害全部打在小艾身上 - 一下292的報紙 - 再加一個致命伏筆 - 沒辦法說往前一個閃線 - 難道雙殺在後方的貝貝也是利用了 - 傷害把聖給帶走 - 這邊兩邊都有人頭的進障 - 但HKE這波是損失掉了兩個人 - 也一樣 - 這個就是你看到這個新的Jungle - 就是沒有經過很多次比賽的教訓的這種銳氣 - 嚇死你了 - 這個雷克薩 - 直接喊了聖大王 - 直接衝進去了 - 這一波 - 我想說他怎麼會頂那麼深啊 超兇的 - 他在第一點進去把藍打掉非常好 - 一瞬間馬上套勝大局 - 這個藍拿掉之後呢 - 讓西門沒有藍 - 但是我覺得這個閃線頂優非常兇 - 然後這個還潮進去有沒有 - 真的要給小艾倒欸 - 哇 RACE也射得夠準喔 - 剛剛有 - 我記得有三發炮彈都在打在小艾身上 - 這第三槍太痛了 - 沒辦法說閃線上來普攻把他點掉 - 沒錯 - 西門雖然這個地方還是受到藍紅 - 但我也是其實這波進攻是由HKE主動發起的 - 那HKE確實也拿到一些優勢 - 而且這一波會幫下路滾動優勢 - 因為下路這個地方打完會戰之後 - AD還在 - 就把線擠進去了 - 這小艾吃不到餅 - RACE也是準備要往他的妖夢軌道邁進喔 - 這個現在下路技能組的英雄都會出這樣的一個裝備套路 - 歐雷是套著自己的盾牌往前硬牽在小艾身上 - 但Albis在保護他一個致命伏劃 - 把Albis給留住 - 把Albis給留住 Albis反身一個WQ的連段 - RACE有點危險 - 再接上貝貝後續來到了蜘蛛網 - 一個爆炸毒株直接把RACE給帶走 - 現在OA位置也不太好 - 但反正牽了一個鎖鏈 - ASQ並沒有要做後續的進攻 - 哇 這個貝特漂亮 -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貝貝跟下路之後 - 一個很漂亮的協同貝特 - 畫面一帶回來 - RACE已經要開始撤退了 - 放了一個降落砲彈幕 - 把小兵全部收入口袋 - 看起來應該是想要防禦住這座防禦塔 - 兩邊的大力在野區裡面相遇了 - 但招式出手都沒有命中的情況下 - WIND 退出了對方的野區 - 蜘蛛已經是繞來的後面 - 但我覺得不太好塔殺啦 - 不太容易 - 已經做了RECALL - 蜘蛛網出手綁到了 - 偶雷看起來就危險 - 阿歐比斯利用了一個閃Q - 再往回一頂 - 偶雷要倒了 - 冰箭作戰還來不及下來 - 是沒有到場的情況下面 - 偶雷就已經死掉 - RACE開了軌道在交閃線 - 想要脫離對方的追擊 - 的 ASQ的貝貝 - 應該是蜘蛛網好了 - 差一點點 - 蜘蛛網好了就會出手 - 但冷卻時間還沒有結束 - 所以 RACE可以逃離 - 但開了一個華麗線幕之後 - 應該是目標的Albis身上 - 但小安意氣幫檔 - 站在原地吃了四發子彈 - 半血的情況下面 - 為了這邊直接閃線 - 硬翻冷烈重擊下去 - 小安是衛隊有犧牲了 - 哇一個逆推 - 原本是上路HKE - 被推外塔的情況 - 現在變成是HKE - 反推HQ的上路外塔 - 一個致命呼吸吧 - 阿Bis給留住 - 再加上蒙希為的巴 - 阿Bis給正飛 - 顯然有點危險 - 吃了至於還是被RACE - 一槍給打到 - 這一個BUFF - 應該也是會轉交到打野的手中 - 應該是這個Win的要拿 - 沒有錯啦 - 雖然我覺得沒有很有用 - 但還是得拿 - 我覺得這個更像是 - 吃一個團隊的250塊錢 - 這場其實還有一個人 - 感覺還沒有出現很多 - 在螢幕上出現很多的是這個 - 我覺得GEAR跟西門 - 應該說兩個人 - 我覺得這個位置的人 - 現在是還沒有有用出現 - 就上下路打得很激動的時候 - 很激烈 很激烈 - 這兩個人的傳送按不出來 - 然後也走不過去 - 灌這個艾希加牛這條路 - 總是會找到機會 - 抓到一次就點一半塔 - 喔 GEAR想要來修一波嗎 - 這個索鏈有牽到West Door - 雷神綠靈打了出來 - 怎麼不會痛 - 但勒布朗也是換位回去了 - 西門是買防裝的 - 她是一個深淵在家催化魔方 - 喔 這個牛其實有看到了 - 哇 艾希的位置怎麼在這邊被抓到了 - 偶雷鎖鏈牽住 - 再被蒙希頂飛 - 曉安逃不掉 - 被女王中路轉死 - 哇 這個失誤有一次被倒了 - 爾米斯也被抓到了 - GEAR踏不過來 - 一個鎖鏈在家印記 - 把小葉給帶走 - 連撈了兩個人頭 - 還好兵線離得非常遠 - 欸 就上二塔才不會掉 - 但這個野區應該是要淪陷啊 - 可是西門這場真的 - 現在是防裝 - 她現在是坦克 - 她現在是坦克 - 她被打完全不會痛 - 最穩的把中心洗爆 - 江湖泡單步放了下來 - 瑞瑟的位置 - 來了來了 - 被對方給包夾了 - 但現在反而是HK想要直接攻上半部的地方 - 哇 嚇到了 - 曉安被嘲諷滑到之後 - 曉安倒下 - 但後方ZIV的TP到場 - 一個爆破連動炸了一下 - 歐雷鎖鏈牆很危險 - 後方還有Westory也是趕過來支援一個TP - 再加一個急速拼刺 - 想要來進場嗎 - 但Westory跟ZIV被分割了開來 - ZIV往前閃現 - 但Ole是利用了自己R的牽線 - 把血量給回復了起來 - 後方Racer - 是被一個勇動粉底給定了起來 - 之後Albis頂了一下Mapplesoul - 但Mapplesoul的嘲諷的就是 - 應該快要好了 - 但爆破連動的傷害是 - 勸退了HKE其他三名成員 - 哇 真的要來吃這個蜂蜂 - 好不容易 - 好不容易真的找到了一個空檔 - 才能在見你 - 應該就是說這種事情就是這樣 - 就是牢牢慢慢來 - 不能太急 - 但現在Gear是踏步下來 - 哇 - 被Gear偷走了 - 後方華麗先不開了起來 - 還逼出了Albis的大絕 - 哇啦 這個真的AHU大虧喔 -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 這個小龍最後那重擊 - 中的沒有那麼穩 - 沒有中到 - 甩一個 - 那個甩鏈就厲害了 - 一定有射什麼旗子 - 但終於威斯頂被限制住了 - 後方PB趕來支援威斯頂血量很低 - 他們趕快套一個群隊的HKE可以拉開 - 威斯頂我買的是防裝 - 接這個勒布朗這一套 - 眼皮都不皺一下 - 大絕也不用按 沒錯 - 最穩的 - 我是覺得這場ZV - 要我來評論的話 - 他目前還蠻醬油的 - 我現在看他再過十分鐘 - 能不能頂得回來 - 看起來這一波團戰 - 貝貝斯也有一種 - 貝貝斯也有一種被盯上的感覺 - 感覺像是要被狩獵了 - 貝貝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 他說這個人瘋了 - 你追著我跑 - 不會啊 - 就是一顆樹木 - 然後一個拿斧頭 - 我每次看那個 - 就是有插圖的 - 欸 看一下這根 - 應該是會打起來的 - 喔 貝貝往前一個毒咬 - 後方一個知名撫皮 - 華麗節目打得開來 - 第一發打在貝貝身上 - 但後方Albes - 其實開始一個堅定一致大絕 - 但被留在了後頭 - 而且四個人爆打Albes - 一頓 - 但Albes活了下來 - 叫做閃現 - 哇 還是被 - 這個移星水影gear - 拿到了這個Albes的擊殺 - 小葉很可憐啊 - 他已經開大絕 - 堅定一致 - 我夠堅定了 - 我就是要扛 - 我就是要扛 - 我已經扛到底了 - 然後呢我暴屁了 - 哇 - 這個巴隆摳我覺得 - 很風險 - 很刺激 - 很風險 - 是可能會讓你們直接輸的 - 放了一個爆炸連桶 - 轟了下去 - 但傷害量看起來不太足夠 - 我覺得這個你們居次會輸 - 後方 - 再一個知名撫皮 - 想留AVS door - 但是看起來 - 這一波應該是打不下去了 - 對 對 對 - 然後看完小葉就死了 - 小葉就死了 - 為了頂到了小安 - 看起來 - 劉王之路可能沒總體下去 - 小安有點危險 - 血量大概剩下400點左右 - 後方Gary趕了過來小葉就閃下 - 還是被Gary給踏死 - 後方WayS door的進場 - 反而被索電給牽住 - 被被製作補上 - 威S door開了自己 - 擁動不低的大絕 - 為了被一個 - 游了WQ正飛 - 但後方的一個知名伏筆 - 加頭幫登部下 - 下來自己擊散這樣的Wid - 後方Olay想要來救自己的隊友 - 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 好兇喔 你看 - 這種新的Jungle實在太兇了 - 你在比賽看到這種 - 是Jungle看到AD騎到底的 - 這個好像是有一句屬於叫 - 沒給人打過 - 沒有被教訓過 - 殺路也打了開來 - 看起來砍不太贏Ziv - 喔唷 - 閃現 - 就是一個JUK閃 - 他不JUK閃就死了 - 因為Ziv買出兩把攻擊裝備之後 - Ziv說終於輪到我了 - 換我完了 - 其實看出來是A2沒有一個標準的大坦 - 所以小葉是單剛的這個責任 - 小葉現在是苦力 - 所以他在為了坦傷害的同時 - 他買的裝備也不太一樣 - 現在HKE是一個1-3-1的分推喔 - 而且這個 - 以分推上面來說的話 - 他還是用一個勒布朗去對甘普朗克 - 但甘普朗克這邊其實有買吸魔劍 - 魔體式深淵 - 魔體式深淵 - 這個大把的 - 我其實覺得A2這場來說 - 最大的問題是 - 他們一直沒有主動進攻 - 喔唷唷唷 - 這邊看起來是HKE想要來做一波側邊的強頰 - 給爾TP下來 - 後方的華麗線部開了起來 - 妹妹承受了大量的傷害 - 妹妹承受了大量的傷害 - 但Albis反身 - WQ流在頂在了側面的Gear身上 - 被波發間接暈住踏步 - 來不及下牆 - 看起來是要倒了 - 被Albis給擊殺掉 - 現在Maplestone被留在了上面 - 但下方還有WESTORE - 把大量的放在自己身上 - 顯然要恢復起來 - 小安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好 - 可以不斷地做AD輸出 - 阿奧比再利用一個大力粉 - 所以先把WIND給震飛 - 妹妹承受了看起來也走不太掉了 - 小安跟上了萬箭齊發的緩速 - 妹妹承受了 - 能不能逃掉 - 哇,GA已經被打了出來 - 所以現在Ziv可以 - 套陣以下的先把包裝桶打開 - 哇,一個爆炸 - 大家要小一下的普攻 - 讓Maplestone也 - 倒在對方的懷抱當中 - 這一波就差得多了 - 欸,就是可以直接吃巴龍的 - 我覺得這波應該是這個Gear - 可能剛剛會戰中發生了一點意外 - 他在一個戰場的中心點 - 以為自己有剩的大就不會死 - 然後他最後用完全部的W跟R之後發現 - 欸,我怎麼走不掉了 - 然後他就暴斃了 - 裡面,隱眼鏡球有看到 - 但側邊的Elris被盯上了反線的打 - 小葉葉 - 想來限制小葉葉要來英勇戰死 - 哇,小葉葉被對方給打爆了之後 - 但巴龍已經是落入HQ的手中 - 歐雷還想來留人 - 因為後方的Gear也趕到了 - 來看一下這波可以留到多少的人 - 閃線交了出去 - 但這一波HQ應該是可以暗然撤退的 - 喔,Gear往前一個踏步 - 還想繼續追擊 - 溫州已經利用巴龍Buff的CD界面時間 - 順利的回到了家裡面 - 但這個華麗線步打了開來 - 貝貝已經脫離了這個G級的距離 - 所以也是可以順利的Record - 看一下這波重播 - 應該說Gear從後面走出來 - 然後他想說沒有 - 已經沒有那個綁了 - 喔,W沒過到牆 - 貝貝的弱點 - 哇,原來是他W沒過到牆啊 - 而且小岸的水晶劍就跟上了 - 真的很尷尬 - 這個就是 - 真的是 - 赤裸裸的 - 看到了他 - 卡牆 - 卡牆,尷尬 - 然後死去 - 其實我覺得這波他的進場點 - 我也算非常好的 - 因為第一時間 - 對方已經沒有了第一個蜘蛛網的控制 - 它有可能可以秀到這一波 - 我覺得他進得太早了 - 他再慢一點進的話 - 應該是他的局沒有錯 - 對 - 但這波AQ的會戰 - 還是掌握得比較好 - 對 - LB 現在已經是重新站起來了 - 他找回雄風 - 他找回雄風了 - 他現在跟AD是一體的 - 兩個都是157 - 沒錯 - 你感覺到了嗎 - 這個叫做什麼 - 雙人線的共鳴 - 友誼的證明 - 友誼的證明 - 所以我們如果剃頭 - 我們兩個就一起剃 - 概念上是這樣子的 - 是 - 是 - 所以他們現在兩個人都留著頭髮 - 對 - 絕對不要這樣自己一起剃 - 又一次進了大決 - 開了起來 - 威斯豆急速冰刺趕快離開 - 又被留在了後面 - 承受最後一槍 - 側邊Win的進場 - 但是被限制住了 - 但閃現進去來硬頂 - 沒辦法往前嘲諷 - 但小安留頭戴解開了 - 剩得隱息 - 現在小安開始拉打 - 後方正行被切割開 - 阿爾比斯反正一個打PQ的連斷 - 為了被 - 有那麼你給定住了 - 再接蜘蛛王 - 這個C-C 接得非常的漂亮 - 艾希射下雷克戰之後 - 萊森也要倒下 - 威斯豆造成成量的魔法傷害 - 沒辦法說現在也很危險 - 被一個野蠻衝動頂在牆壁上面 - 占愛拿到了雙殺 - 這一波的這個團戰 - 我覺得這個HKE應該是瘋了 - 進攻之後呢 - 復活時間還有十秒鐘 - HKE能不能防守住 - 蜘蛛上掉之後往後一跳 - 主堡收塔已經爆掉了 - 傑爾往前閃現之後 - 兩次的一個接技 - 直接把蜘蛛給踏死 - 但HQ現在所有成員 - 都在努力的打這個主堡 - 想要往後 - 但是位置直接想要給砍死 - 現在的艾希尼斯是利用自己的普攻 - 一拳一拳老老實實的在打這個防禦塔 - 瑞森在側邊 - 卓相對的Viv - 倒了 - 但這牛能不能把主堡打掉 - 抓一點點 - 啊 - 阿 - 這個HKE的主堡差一下 - pee - 射贏了這一波 - 但是來不及把主堡打掉啊 - 喔 - 這小逆轉欸 - 這種是小逆轉 - 就是 - 你很優惡情況下 - 這個主堡表示 - 我差一點就爆了 - 再來看他誰的普攻 - 誰的普攻 - 他被被秒了 - 他沒被秒搞不好多三百了 - 來, Gear只換了一個人 - 取落下來了 - 小安回頭打 小安回頭打 小安死了 小安倒了 哇 掃射兩下 Ziv回頭了 Ziv回頭被那個柱子卡了一下 那其中有一個人從頭到尾都在砍 叫小葉葉 小葉葉 他站 對扎實的男人 看戰績就錯了 157 但是他打主堡的傷害 可能是排名前三的 對英雄傷害沒有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那一定是業障太重 我們要把門關起來 我又開一波啊 我的天啊 小安 真的危險 小安的魔神雲劍尸 射在了後方的Gear身上 但Albis被留在了後面 上了上來 後方貝貝也是頂著自己 頭上有個軍隊的BUFF 沒有說往回一個隱形 但Albis反昇 閃現了一個WQ的連動馬 Oleg跟Racer都頂下來 但Racer是直接被對方 一波爆打給帶走 Oleg看起來有點危機 沒有說往回一個隱形 挑戰小安這時候 再次的頭帶解開 小安拉打非常的漂亮 牛再一次進到WQ 直接把人全部正非 Win了也倒下 這一波HKE 失去了四名成員 Gear最後是殘存活了下來 但HKE看起來是要收下 團戰的勝利了 這一波我覺得西門會戰真的猛 他直接把Racer都會砍下來 Racer有交頭帶喔 他閃現直接閃啊 他把後爆 超猛 沒得打 直接暴斃 雖然說上一波有一點波折 但這個HKE還是利用一波 完美的團戰把最後的勝利 收入口袋當中 現在的Albis是利用自己的普攻 一拳一拳 老老實實在打這個防禦塔 Racer在側邊 不斷的Racer 倒了 但這個牛能不能把它打到差一點點 哇 這麼扯 早一點點看 很奇怪 主堡一匹血在跟我開玩笑 我在砍了 對長 真的搞笑 隊友在幹嘛 他呢他跟砍了 你知道嗎 隨便都來一下 最近他看伊利在那邊搞笑 主堡差一點 好了那麼本場比賽的Key Player 最終是交到小燕燕的手中 Albis選手康家維 雅力斯塔 165的戰績 100%的擊殺參與率 其實整場他就是一個苦力啊 他的slogan 居然沒有 專會擋槍 他專會擋那個大卷 擋子彈的男人 最會擋子彈的男人 我們的隊長好像跑去點了一下勒布朗 害那個塔勝56滴沒有爆 所以要怪你們隊長囉Ziv 事後可能等一下再去找他算帳 他點了不止一下 好像浪費了5、6秒在那邊點勒布朗 真的真的 你這應該要好好去跟Ziv溝通一下